大家好,我是李孝春,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昨天巴黎时间结束了第十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我们中国军团又获得三金二银一统的优异的成绩 其中举重比赛中,我们中国多下两枚金牌 一枚金牌是你发冰的男子六十一公斤级 令美金牌是猴子会的女子四十九公斤级 最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花样游泳队 首次在奥运史上拿下了这个金牌 所以这面金牌特别的沉淀点 这一提的还有中国女子曲棍球队 在半决赛当中表现成员 打败了比利时队首次晋级决赛 那么这一项成绩也是中国女子曲棍球奥运史上最佳的成绩 我记得在2008年当时在韩国教练的指导下 中国女子曲棍球首次竞技四强 那么这次更上一层了 那令人遗憾的是田径常商首次设立的 阿南书禁奥男女奉合基地这个项目中 中国实际上势力还是比较雄厚的 那大河西昨天在后半层中 单军呢因为换归被处罚的三分钟 所以遭遭退出的争夺奖拜之力 这个是有点令人遗憾的 今天的关键词呢 我想说一说中国花样游远队 中国花样游远队昨天在这个机体项目的比赛中 三轮都遥遥零星 最后以80多分的明显的优势战胜美国队 拿到金牌 这是第一次战胜奥运冠军的领奖谈 大家知道这个花样游远 它是基舞蹈音乐与一声的水上的竞技的项目 这个项目姑娘们表现的这个动作非常的优美 所以由水上搭了一次声 但中国花样游远队呢 它是成立于上涉及的80年代中期 第一次是参加88年的汉塞奥运 那时候没有基底项目 我们中国只是获得双能项目的第九名 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我记得当年在采访的时候 中国花样游的教练表现非常的缺用 他认为能够获得第九名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第一次基底项目参加奥运会是20年前 雅典奥运 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基底项目 是俄罗斯 西班牙 日本 他们的势力都永远在中国之上 那么中国第一次战胜 基底项目的领奖来是 08年 北京奥运 当时我们聘起了日本的著名教练 第一次 读得第三名 在伦敦 里约和三届东京奥运上 连续三届我们都仅次于俄罗斯多的银牌 那么这一次我们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 多得奥运的冠军 真的是可喜可贺 三十多年间 花游从舞到有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的成长 这其中凝聚了我们几代运动员教练 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这也印证了不具分约 终会见光 今天的巴黎奥运的NVP 我想说说举重名家黎发斌 昨天在蓝的举重61公斤的决赛中 黎发斌呢 获得了金牌 成功的位面 不仅为中国举重队取得开门符 也学习了自己的新的传奇 传奇这个黎发斌 可能大家都影响了 三年前在东京奥运上 他在顶矩166公斤的时候 曾经差点实际平衡 在场上做了一个经济多立的动作 可以说是红遍了整个中国的网络 那李花斌呢 实际上的他的这个举重之路也是很不平坦的 他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了 福建 全州人 福建是中国的举重之乡 当中多位的奥运的这个举重冠军 比如说张国正啊 张湘祥啊 石志远啊 以及女子的 邓威李文文 那李文文这次还参加巴黎的奥运会 所以李花斌在这样的福建环境当中 他也很早脱预了住 但是后来由于 伤病啊 等等困扰 一直到二十年 他才第一次参加奥运 在三个多年奥运上 他就夺得了六十一公斤的这个金牌 今年得了亚运会啊 世纪赛的冠军 现在呢 他是排列该级别的世界第一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李花斌这些年 他伤病产生 那边是他的膝关节不错 非常的严重 他一直忍痛 一直不懈的 坚持和努力 李花斌在巴黎 奥运的再次乐观 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他的川气 他的这个努力 和不懈的精神 确实也让人非常的敬佩 所以我认为 把他作为今日的NVP 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昨天巴黎奥运的田敬长 中国两位小将 水桌衣和行火锅都为了人禁忌 这有点遗憾 但大家看到了 这个屏幕上显示着 男子110米男的奥运会记录 12秒91是中国刘翔创造的 所以网友们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年呢 中国还不能再次出现像刘翔 这样有势力的选手呢 我个人觉得110米男这个下路要求非常非常之高 它不仅要有过人的速度这种爆发力 而且还要有非常精湛的技巧 特别是在速度和暴力方面 我们作为亚洲人作为环种人 天生和其他国家的黑人选手是难以相比肩的 所以我们中国在这些短距离的田敬项目上 一直是永远落后世界水平 但很高兴我们在20年前的雅典奥运山 我们看到了刘翔多得这面金牌 当时的这个12秒91就是他创造的 他的志向成立当时是平了世界纪录 所以说是很难预认的 有人曾经这样比喻 像刘翔这样的人物是中国田堂百年不育的人产 我们期望着还有第二个刘翔 也许过些年或者以后还会再出现 让我们期待 感谢观看